欢迎到ml6.com 并且输入优惠码 NOWX即可享有5%优惠喔 Hello你好我是诺斯 今天的话我们要继续进行我们的篮球大挑战 今天所要进行的内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联盟最强进攻对上联盟最强防守 谁会输谁会赢呢 那这边的这个阵容呢 我是依据官方数据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排行 我竟然在这个整个阵容里面去调里面最强的球员 来进行这个篮球大挑战给各位演示一下 好今天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的荆州勇士队 我们今天排出来阵容是这样子 Steven Curry、Zach Laven、Kevin Durant、Black Griffin、Joanne B 那左边的防守阵容的话是 John Wall、Jimmy Butler、Paul George、The Andrew Jordan、Andrew Drummond 那这个阵容的话我先给各位报一下数据啊 有些人可能不服气这个阵容我怎么会排这样子 那我这边演示数据给各位看 大家应该会心服口服一点 好这边首先给各位讲一下目前的得分 目前联盟得分的第一名的话 是Steven Curry、先发上场11场并且拿下344分 第二名的话是Joanne B 先发12场拿下332分 第三名是Zach Laven、先发12场拿下329分 其实非常令人意外啊 Zach Laven现在才23岁啊 没有想到他在今年可以拿下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我记得他前一两年刚来攻牛队的时候还是受伤的情况下 他终于可以好好的打一次赛季 然后目前是拿下这个联盟得分的第三名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球员 那这边第四名的话是Kevin Durant 先发上场11分 然后拿下305分 然后第五名的话是Black Griffin 这边先发上场10场拿下273分 在这个榜单之中的话有些人就是 他们虽然得分也是非常高 但是他们并没有超过前面几名 所以我这边就不列入了 例如像是Campard Walker Vito Depot 或是Damage Leader 这样的球员 就很可惜 好这边的话来看一下防守阵容 那这边我评判的标准的话 4-5号位这边的话是以篮板 作为我的这个评判标准 那这边前场组合的话 我是以超捷来作为我这个防守的一个标准 而那这边因为4号位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4号位这边我原本想排Anson Davis 但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D'Angie Jordan跟Angie Drummond两个人他们的防守太接近了 所以我这边只能将D'Angie Jordan 还有Angie Drummond两个人作为这个防守阵容 而另外像Jovel McGee Jovel McGee现在是联盟的火锅王 那这边当我在篮板以及火锅方面在抉择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篮板还是一个防守者 就需要最注重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这边选择是D'Angie Jordan 以及Angie Drummond 这两个人来作为我们这个禁区组合 好那这边后场部分的话 首先先给各位讲 Paul George为这个联盟的抄劫王 目前他先发上涨10场 一共抄劫了25颗球 而第二名也是抄25颗球 这个人就是John Wall 这两个人的话就是联盟的这个抄劫王 然后第三名的话就是我们的Jimmy Butler Jimmy Butler的话他抄劫了22颗球 其实其中还有一个Robert Carvington Robert Carvington的话他抄劫了24颗球 不过这边已经有Paul George 所以我这边就不把他放上去了 然后这是我目前排出来这个阵容 相信大家一定在底下已经有点论战了 那我这边是个人认为 我觉得我这样排出来的阵容 比较不会让这整个局势有一面倒的情况 这边是有机会让双方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挥 好那这边给各位讲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规则 毕竟打8分钟 并且让这个难度设定在写实难度 然后这边的话是由电脑操控 那我这边就进行一个转播的动作 好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即将开始啰 好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甲骨文球场 今天就是要让我们这个 金钟狗狮子对上我们这个底特律活赛队 今天阵容排开来的话是进行我们这个进攻一队 对上我们这个防守一队的这个阵容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阵容的话 应该可以为我们今天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比赛 好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即将开始啰 好首先跳球的话是由我们的金钟狗狮子对 首先拿下这个球权 首先先让这个 Steven Curry进行一个球权的掌握 这边球给Black Griffin 这边对上他的前队友 Dianji Jordan 这球是被防住了 巨洋窝往进去切入 东区第一控后 现在东区第一控后应该是开罗宾 没事 那今天 John Wall要做第一控后 进去切入 这边往后一个挖被贴房的情况下 这边是选择投篮 不过这球投的并不好 在外线等待机会 这边一个挡拆后 没有机会 进去单打 JMB这边可以直接一个上篮 这边左手上篮好球一颗 这边来看一下JM在外线 Paul George 对上Kevin Durant 这边背篮转身 只能硬打吗 哇 这个进攻黑洞 Paul George这个是进攻黑洞 完全不传球的 那就Dramon拿下这个球 OK Jimmy Butler Jimmy Butler想背篮单打 哇 这边这个传得还不错 不过三秒为力 有没有 没有 这边裁判并没有吹犯三秒为力 我个人认为那已经是三秒为力的事情了 不过这边 算了好球 Steven Curry 对 John Wall 这边直接进去了 哇 这边这个防守防不住 Steven Curry啊 这边John Wall 上给是Paul George 戰術有跑出來嗎 這邊一個直接背身直接把這球丟進去了 好球一顆 目前雙方在防守以及進攻方面其實表現的都還算不錯 所以這邊可以看來這個比賽應該是還蠻有趣的 這邊戰術跑出來之後 Steven Curry直接一個三分球 把這球給投進去了好球一顆 以前傳給進去的迪安局Jordan目前是有點mismatch 好這邊直接一個M1 好球一顆 運用自己身體的優勢 並且把這個球直接打進去了 迪安局Jordan生涯罰球並不好 這邊來看一下這球罰球會不會進 這球果然是沒有罰性 Pole George在外線 這個擋拆之後 一個空中接力 好球一顆 Android Drama以及Pole George這個完美配合 有好球進去 Dutch Levine Steven Curry這邊又是一顆拔起來 哇 Steven Curry這邊真的是銳不可擋 直接剩下2秒 1秒 這邊硬投 應該是不會進的 這邊 球傳給是Dutch Levine Black Griffin這邊又被斷球了 哇今天 DETERRY胡在隊的防守是真的不錯 這邊 哇剛說完這邊 9AMB立刻回了一個火鍋給John Wall身上 這邊快攻2分 助手 好球一顆 好目前來到這個第二節的 2分42秒左右 剛這球沒有進 這邊 Dutch Levine傳給近區Black Griffin 這邊 這個好球 這邊 目前將這個DH Jordan 騙起跳之後直接把這球扔進去 好目前兩發都進 目前比賽剩下1分50秒左右 第一節就要結束了 John Wall在外線 傳給的是Jimmy Butler DH Jordan擋拆 不過這邊 哇是John Wall直接一個三分球 入網 直接好球一顆 外線是Pole George 這邊你想傳給近區單打嗎 Jimmy Butler對上 扎取LaVine其實有點 噢 哇 完全沒有看到這邊突然 裝神就爬起來了 直接把一顆 空中之力塞進去 非常漂亮的一球 9AMB擋拆 進去切入 這邊一個中投有機會嗎 這邊是被防守住了 球是交給這個DT活塞隊 目前在數據上的話 籃板方面是這個 金總武士隊得下8個籃板 然後DT活塞隊得下5個籃板 然後剛剛John Wall又得了一個三分球 目前DT活塞隊 又把這個比數拉回來了 這邊一個 哇直接一個超劫 不會是超劫王的前三名 這邊三個人直接把這個球 哇這邊 很可惜啊 超劫是超劫下來啊 不過是沒有把握住這次的這個得分 目前球權在Steven Curry身上 哇這邊他又拔起來投了 你可以總是看到這個Steven Curry不合理的這個 3分球啊 這邊 Paul George是沒有把這個球丟進去 這邊Brake Griffin有最後一個反握手機會 噢這邊直接進了0.3秒這邊 接近Brake Griffin的一個表現 好目前在第一節結束 18比20 那現在這個分差其實只有2分而已 比數是相當接近的 那這邊第一節可以看到雙方的話 無論是在防守 以及進去的表現上面 其實都有非常出色的一個表現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就馬上回來 好目前第二節 雙方目前現在表現都是非常好喔 這邊是一個雙擋拆戰術 擋拆擋拆爽擋拆 哇這邊一個外線Paul George是沒有進這球 Kevin Durant 外線單打這個Paul George 這邊有機會單打進去嗎 我這邊是把球傳出來了 Black Griffin 這個位置應該直接3分球好可憐 欸這邊沒有錯 我就在想說你什麼時候會投3分球 沒想要你就直接拔起來了 目前金鐘是對這個命中率花60% 底球率活在只有45% 不過這邊分數還是非常接近的 好這邊Black Griffin 對上是Diangy Jordan 這邊不選擇傳球嗎 喔這邊這個傳得非常好啊 不過可惜 裝神 他的防守能力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這邊傳個D線的Paul George 底線3分球的這個徽章並沒有發揮他的效果 這邊傳給進去的Black Griffin 這邊 選擇投籃嗎 硬打 打進去 打不進去 那這邊 一樣 傳給Paul George 又哉又哉 這個傳球視野 極好 不過這個投籃選擇極 對 好這邊Black Griffin 哇又來了 你還玩不膩 這邊再來 突然有種好像看紅打太陽的感覺啊 兩個人在那邊 各種很辣雞的這個投籃選擇 分數來到20別23 這邊直接一個後仰跳投 致敬科比 這邊非常好的一球 目前分差來要1分 這邊對位的情況下 想要直接進去單打嗎 這邊是傳 再傳給進去 進去裝神 裝神 繞過去了嗎 3秒 3秒 兄弟 3秒在哪裡 我看裡面好像 大夢舞步在那邊跳來跳去 你這樣都不吹 OK是Black Griffin 這邊又被斷球了 果然是防守非常好的一個球隊 那這邊 又被Joan B 這個防守主角了 今天Black Griffin以及這個 DH Jordan 兩個人的這個防守都非常好 不過這邊 Joan B 直接往進去切入 並且得了這個 扣籃非常好 先分差1分 這邊再一個後仰跳投 不過這邊沒有進 球給Steven Curry 這邊傳給Black Griffin 急停跳投 好球一顆 中距離 這邊把分數又拉回了3分差 這邊在外線 等待機會 往進去切入 這邊 你可以後撤 你還來 你又同一招三次 你還不學怪 不過這邊是妖大犯規 這是 比起前面兩次好很多 Black Griffin的這個生涯罰球命中率的話我記得大概是60到70左右 以前在快艇隊的話 這個禁區兩個人都很有可能會被進行這個 駭客戰術 那這邊的話我是不知道現在 Black Griffin的這個罰球怎麼樣 兩罰中1 還行 不過這邊 Paul George往前掌快攻 給進去 君米巴特勒 這邊被防守防到了 勇士隊戰術裡面其實4R位就是一個 進行一個3分投射 或者是進行一個 防守中心的一個位置 君米巴特勒 其實就是 勇士隊戰術一個非常核心的一個角色 那這邊 這個 John Wall 這球也沒有 拋進去 Dutch Laven 傳給 Stayvon Curry 這邊 Stayvon Curry 無論如何 只要接到球 就是 乾 哇 這是非常 非常 武斷的一個 哇 這邊 Pojoji 哇 戰斧式的雙手爆扣 然後被籃丹打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 哇 這個被籃丹打 9MB 哇 這邊 Andrew Drummond 這球非常好 好 在目前為止 9MB一個擋拆 哇 擋拆完之後 直接Stayvon Curry 講都不講 直接一個上面拳拔起來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Andrew Drummond 這邊一個擋拆後 往進去切入 還有 轉 兩個人 手一個 就是不傳 哇 好兩房都進 目前分差逆轉 雙方大概也是到最後一節才有辦法把這個勝負給分出來啊 感覺應該不會有這種就是 突然之間就一個比數就拉開了一個情況 這邊給Kevin Durand Kevin Durand 防守的是Jimmy Butler 這邊防守防得住嗎 感覺很難喔 好 好這邊 哇這個 真的是貼到一個極限 然後Porgeorge 這邊mismatch了 不過他這邊選擇硬衝 然後並且把這球直接丟出去了 這邊 Jimmy Butler也是一個 哇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子打了 我們這樣打 這比賽真的是 非常讓我 苦惱 我不知道怎麼爆 哇 外線 7K 剩下最後的6秒鐘左右 4 3 2 1 貼著就是單中就是幹 完全不鳥其他人 今天到目前為止的話 32比31 目前1分差 在這個金咒師隊以及這個敵隊活塞隊雙方的話 其實在進攻以及這個德文方的表現其實都是 非常努力非常的這個盡心盡力的一個情況 這邊張衛平 那個訪問到了我們這個Jimmy Butler 今天問他 哇 兄弟你剛剛發掃KD那球是真的牛逼啊 我要怎麼樣才能像你一樣呢 呃我個人覺得 你老了你你你應該不行的你你還是去吃大便 非常謝謝那個王八蛋 謝謝謝謝 那我們下一節就馬上來回來 那剛剛以上全部都是我下掰的你們聽聽就好 好我們來到重量休息時間 目前可以看到Black Griffin 是代替這個追夢Green 當然這個勇士在戰術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啦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在這個 他讓很多球都可以 這個make it come true你知道嗎 讓這個Steven Curry以及這個其他人可以有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多可了這個 Black Griffin這個球員 那今天的話可以看到雙方在這個 扣籃三分以及防守雙方的表現都是已經 已經到非常好的一個 隊伍 雙方的話目前可以看到 Edge Drummond得下10分6籃板 Steven Curry拿下11分 二籃板以及速助攻的一個表現 雙方目前表現的話都非常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下爛槽 就是雙方會拿出怎麼樣的表現 來面對這個 最後的這個 結果 好那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我們目前來到這個第三節 那目前 雙方分數的話只有一分差 不過得分都並不高啊 一個是防守很強啊 一個是進攻太強啊 那兩個人都是 有將對方都好好的鎖死 那這邊Paul George這個 剛拋頭沒有進 不過Edge Drummond把這球給放進去 目前命中率100% Edge Drummond是相當出色的一個表現 想往進去單打嗎 他不傳球嗎這邊 出了一個空位 不過 Zachlaven並沒有選擇投籃 哇 哇 這個進攻選擇我阿嬤都不會這樣選啊兄弟 你這選的什麼雞把球啊 哇 你傳給外線KD都好啊兄弟 外線 這個 John Wall 擋才後這邊 Oh Andrew Drummond 今天這個 空中之城啊 已經從這個 Black Griffin 變成這個 Andrew Drummond啦 Andrew Drummond今天 與隊友配合 大概兩到三次的這個空中激勵 都是相當出色的一個表現 外線Black Griffin 等待這個 隊友的接音這邊 直接一個三分球 這邊又是彈起來 又是射了一顆 這邊又是一個 非常不好的這個 選擇 這邊 John Wall And Wall 目前分叉 來到了7分叉 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 在這個 近距離部分的話 好像是這個 黑洞一樣 不斷的是被對方進行一個零虐啊 底特利活賽隊 果然是這個 防守大隊啊 他們防守也是相當出色的 這邊 今天基本上沒有投任何的球 這邊給外線KD 這個投籃選擇應該是不錯的 可惜這邊是沒有進 讓我傳給Jimmy Butler 直接外線三分球投起來 哇這邊來回就是6分啊 對方沒有把這個三分球投進 我們這邊再把這個 Jimmy Butler的三分球投進去 這邊就來回6分叉 這邊 9AMB 直接進去快攻 把這球投進去 目前的話 分叉來到9分叉 這個分叉已經有點被拉開的情況了 哇 其實 我 原本意想不到 像是Kevin Durant 還有Steven Kerwin 兩個人 他們這個總評都是有65以上的一個成績 但目前可以看來這個 防守部分的話 其實他們做的並沒有那麼到位 哇這邊 Android Drummond 第1次投籃不進 Android Drummond現在命中率的話大概是 80到90%左右了 從剛剛那球沒有進為止 那現在就已經沒有100%了 好兩把終於 是一樣的結果 這邊球給 Paul George Paul George在外線 等待機會 傳給John Wall 回傳 再給Jimmy Butler 這邊中距離投射 非常好 哇其實今天這個 抵隊活摘隊的這個 投籃選擇都是 相當的 相較起這個金正勇士來說 算是不錯的 當然 秉除那個 Paul George剛剛那幾球 之外啦 我覺得今天他們這個 投籃選擇都非常不錯 就是至少是空檔出來的情況下才偷 那這邊金正勇士會不一樣 他們都以扣了自己 自認為非常強力的一個 一個進攻能力啊 像是 隊友旁邊45足腳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 人在防守 一樣不傳 直接單中就是幹 Steven Curry每次拿到球 直接單中就是幹 他就是不跟你講道理 也就導致人目前 只有這個 34分的一個表現 那今天還是要我們這個 Kevin Durant 來帶領這個金正勇士隊來贏啊 我個人認為今天 Kevin Durant的表現也沒有到非常好 看他能不能打我臉啊 Steven Curry這邊 擋拆9AMB 擋拆 擋出 哇這傳著什麼雞把球啊兄弟 你是沒有Android專門在那邊擋著還是你就想說Android專門已經一腳踩到外面了乾脆把球傳給他好了 所以你傳著什麼雞把球啊兄弟 我們的這個 到去LaVaine直接 交傳一聲倒在地上 我還嫌Kevin Durant KD 3 2 1 你再不投沒關係啊 你在裡面已經待了他媽4秒鐘啦 我是把那個禁區3秒關掉了是不是 好這邊Android專門 哇嗚哇嗚哇再再一次一次一個 通通接力啊 今天真的是各種傳球 這邊給外線Black Griffin 這球應該會進了吧 這球相當 兄弟 什麼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將我 這 這 給 給 外線 Pojoj 底線這邊 沒有擋拆 這個擋拆擋得非常好非常不錯 不過這邊可惜沒有進是因為他是漂移位啊 這邊沒辦法 就藍邊直接一個三分球打起來三分球 這邊沒有進 趕快 衝衝衝衝衝衝 衝啊兄弟 然後底下三分球 這球還是沒有進 不過Android專門直接 哇這不是Android專門 What the 哇 Android專門真的是牛的一匹啊哇 進去如入無人之境各種 籃板各種抓耶 不怪是我們目前籃板 聯盟第一啊 啊這個又是一個防守 哇非常到位的防守 Android專門世界第一 Android專門 Android 抓 啊這邊 哇 就讓我又是把這球丟進去 哇 這邊可以跟 這個Kevin堆了兩根 都差不多像個弱智一樣啊 完全沒有辦法把球投進去啊 KD 這邊 你 不投 我 哇剛剛那個位置真的是 那個 超級空的啊 硬要傳這種 你能進就好 你你你你開心就好 我真的你開心就好 好 目前John Wall 來控球 John Wall在外線 轉進去切入 這邊被擋住了 他不管Steven Curry Steven Curry對來說就是一個空氣 哇這邊 無論怎麼鑽怎麼進他就是有辦法把這球丟進去啊 這就是這個 John Wall的一個 能力所在 哇這個分岔的話是相當 相當巨大的啊 我覺得這場比賽 不公平 但是不公平不是在金正宏是對啊 是在這個 你這裡活在對啊 9MB 這三分球可以 終於進了一個三分球啊 好久不見了這個三分球 目前為止這個分岔來到這個11分岔 趕快把分數再拉近一點 這邊一個擋拆後往進去切入 哦Ankle Breaker加上這個 哇 Ankle Breaker之後直接加上一個個人扣籃 哇John Wall 洞區第一後 不是跟你叫假的 左邊人在外線 唱給的是Black Griffin 這邊有點mismatch囉 可以直接進去單打囉 鑽鑽鑽鑽 好運Open一起來 這邊直接一個 犯規 看一下這個罰球 首先第一罰罰進 第二罰也罰進 兩個都是好球 目前分岔來到11分 必須趕快把分岔拉回來 兄弟 兄弟 唉唷 唉唷 這球是怎麼 這球怎麼回事啊 這邊 哇 他直接把球丟進去了 好這邊Steven Curry控球 目前分岔來到13分 在外線9AMB 傳給Kevin Durant Durant在外線 這邊 Steven Curry沒有把這球投進去 這邊直接一個飄 這球終於飄進了 把自己的冰冷手感給 腳增了回來 今天的命中率的話 大約是在 4成5左右 表現的普通 但是沒有辦法帶領球隊得到更高的分數 然後這邊 唉唷 安卓專門 哇 這邊 回傳給Jimmy Butler這球好球再一個三分球 哇 目前分岔居然是 產生這樣的一個 結果 傳給Jimmy Butler 兩個人 我 我還蠻希望他們兩個人一起打球的 說實在的 我看完這場之後 我還蠻希望他們兩個可以一起打球的 這邊再傳給這個 John Ward 我剛把這球丟進去 目前 這個 剩下最後5秒鐘 看一下這球 最後一球怎麼處理 你是Steven Curry 我知道 可是Steven Curry 真的這樣 這樣打球的嗎 兄弟 Steven Curry他媽的是傻小 我怎麼看不懂啊 今天這球應該是本場的這個 10大好球之一啊 可以看到這個 Ankle Breaker之後再加上一個 個人扣籃 哇 人John Ward表現相當出彩 好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我們最後來到第4節啊 我覺得第4節感覺 就沒什麼好看的了 是不是已經 已經看得出來了 已經看得出來誰會贏了 來外線 等待機會 再個擋拆 擋拆情況下 這球還是沒有進 Steven Curry 今天的三分球 真的是 手感不佳 在外線 等待機會 這邊我進去切入 這邊這個擋拆 擋住了 哇 Steven Curry 你終於 終於進了 哇他這個 打球方法比我還亂來 我覺得我打球已經 夠亂打了 他比我還亂打 不過這邊 JP JP的快攻實在是非常厲害 我就覺得在下半場 四投零中 完全沒有任何的 投分貢獻 但是他是有不錯的一個防守 這邊 原本想快速往進區 做一個開後門的動作 不過這邊是直接個被斷球 那這邊 在外線 John Ward John Ward的 Steven Curry 僅僅貼著他 不過 這邊直接被扣籃 哇今天 其實基本上 我是真的還蠻希望 真的有這樣一個組合啊 你可以看到 像是 GPB 配上PO就局這兩個人的組合 我看來是相當開心啊 我覺得他們兩個配合起來 感覺相當不錯啊 兩個人都是可以做 23號位這樣子的感覺 做一個搖擺人 三個是 KD KD往進去切 這個極精跳投 這邊進了好球一顆 目前15分分差 那這邊 Lavin 沒有守住 不過這邊9MB也沒有守住 兩個人都沒有守住 目前一樣是17分差 DT活賽隊這樣的隊伍 一般來說他們在這個 喔這邊被一個包夾的情況下 直接把這球 投丟了 那這邊又是一個失誤 今天這個 失誤部分的話 Steven Curry應該會有蠻多一些 不該有的失誤 不過這邊 John Ward也發生了一件失誤 這邊傳給Steven Curry 這球應該會進的 沒有問題 這球穩穩的 換宣 這個 Jimmy Butler Andre Drummond 傳給的是John Ward 這邊一個三分球 非常漂亮一個投射 哇 我可以看到這個 敵隊活賽隊這個打球 是非常非常有組織性的 這邊用body block 然後直接讓這個球 直接讓這個 Steven Curry直接卡住 所以沒有辦法去進行這個 防守動作 可以看到今天 這個勇士隊部分 感覺就沒有做到這麼有組織性 今天這個KD只能單打 然後趕快來應急一下 今年底率活賽隊是用大量的出手 然後讓這個分數 可以拉開 那今天可以看來 哇又是一樣的招數 又是一樣的打法 哇又是一樣的結果 今天 John Ward跟Andre Drummond 這個配合就得下 這麼高的分數 今天是73分 哇 你不斷的用這種方式投籃你 絕對不會有任何機會進來 兄弟 好的最終比數的話 是81比57 哇今天 完全想不到 我原本想說今天這場是一個 不公平的一個 對決 我原本想說 金正 這邊不公平 因為他們這邊有 Steven Curry 加上 Kevin Durant的兩個人 一個96 一個97 他們基本上 一定是 可以隨便打的 結果沒有想到今天 居然贏的是這個 底隊活賽隊 我完全 無法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今天其實這個 底隊活賽隊在一些戰術上 掌握方面的話 其實是相當出色的 並且今天 Jimmy Butler 將POG兩個人 哇這個外線的這個組合非常厲害 然後還有這個John Ward Ankle Breaker之後再加上那個 直接格人扣籃 今天Steven Curry得下19分 三籃板 五助攻 再外帶三個失誤 今天的表現其實事實上是真的不太好 那這邊 Black Griffin 13分 二籃板 二助攻 我感覺他 打的 已經算盡力了 我個人認為 只能這樣講 那這邊 Joanne Bitt得下 Double Kevin Durant得下10分 4籃板 這邊這五個人的表現 我只能說差向人意 說實在是這樣子 那今天來看一下這個 抵隊活賽隊的表現 我今天一個人獨得 25分 1籃板 8助攻 加2個超級 那今天的這個三分球命中率的話 大概高達7成左右 6、7成左右 相當出色的一個表現 那這邊Jimmy Butler 今天得下22分2籃板 加上這個 4助攻的一個表現 並且這個 三分球投射方面的話 3投2中 也是讓這個 我非常開眼界的一件事情 原本想說今天這個 Jimmy Butler大概是在防守上面的話 有不錯的表現 他除了今晚在這個 這個進區進攻 這個外線3分的表現 其實都相當的好 那這邊 今天最讓我意外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Android Drummond Android Drummond今天的話 基本上 快要拿下雙20的一個表現 Android Drummond得下22分 19個籃板 加上3個助攻 3超級 然後整體的這個命中率的話 高達大概約90%左右 哇 真的是相當厲害 然後這邊Paul George Paul George其實今天 我非常意外 我原本以為他得分很高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很多表現都會讓你覺得 哇他這個人在場上非常有用 那事實上他今天 得分算是全隊裡面最少了 但是他卻是有 不錯的一個影響力 得下6分1籃板5助攻 你可以看到他場上非常努力 但是你也覺得他這個存在感刷得很兇 他居然今天 只進了6分 這讓我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我完全 我覺得今天Paul George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因為他在防守方面的 這個能力的話 好像是相當不錯 那這邊The Andrew Children 那The Andrew Children的話 今天主要是在這個 進攻籃板方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Android Drummond 加上這個The Andrew Children 兩個人在 這個抓籃板的方面的話 兩個人都快拿下20個籃板以上 那今天經過這場比賽的時候 我大概能夠理解為什麼 金鐘老師都會輸的原因 是因為 在籃板方面的掌握度 那這邊這個 有兩個這個籃板大將 然後讓這個 對方完全沒有辦法拿下這個進攻籃板 就導致於這個最後 無論是在這個 得分方面 或者是這個進攻方面 其實都被限制的蠻多的 那這邊他們在拿下籃板之後 又可以立刻往 這個 對方的這個前掌進行一個快傳 並且去得到這個快攻分數 這個應該是 今天 這個DT活在隊 能夠贏得這個勝利的 最大關鍵之一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別忘了下下方 訂閱 並且想要訂閱關注 追蹤的影片狀態 那畢竟的朋友的話 不要按贊 投幣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